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達人行 星期日跑步回來又到了我們猛男教室 很多朋友傳短訊或訊息過來問關於工具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們講關於電動工具 要知道電動工具 首先要知道的是電池 因為電池是電動工具的靈魂 例如這個12V 2.6Ah 12V這個數目總之越大力量就越大 而2.6Ah代表它越大 容量就越多 用得越久 這個概念就知道就可以了 施密上的電池有10.8、18、22、36 總之是不同的工具力量配合不同的電池 可謂電池當然不是這些 我們來講類似這些 這個12V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三顆電池和電路板就可以使用 而大顆的就像這個 這個就是這樣計 MAKITA 36V 2.6Ah 大件 重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數目是2.6Ah 將來會越來越大 因為現在科技發達 電容量越來越多 即是一顆電池可以用得越來越久 好 基本介紹一下工具 首先這個相對少用一點 這部叫做收邊機 或者是鍋機 這個木工用 鋸木板 甚至可以鋸鐵都可以 這個叫做風車鋸 下一個就像這一把一樣 這個特別少少 近幾年開始多人留意的 這個叫做萬用寶 即是叫做Multimaster Tool 鋸片在這裏 它會左右左右掃一個很小的幅度 專門做一些雕鑽的位置 但因為它動的幅度太小 所以鋸東西速度很慢 但是我們經常都會用到的 好了 下一個就是這把 大家經常都會用到的 直梳可以轉彎去鋸東西 下一個就是這把 充電的釘槍 很方便的 下一個就是這把 是膠槍來的 平時我們打玻璃膠和釘膠 是靠我們用手動的 但這個好像有很多地方 要打膠的話 這個就幫到你了 下一個 這把厲害了 特州殺人狂魔 這把叫做老虎鋸 它將刀片在這裏 就可以很方便去殺斷一些東西 鋸鐵、鋸木都可以 通常這個就是打拆師傅會用的 因為它很快 但又不用太精準 如果這樣殺的時候 非常方便 還有什麼東西呢 就好像家裡的經常都會用到 例如這些未必的工地用到 電錄的吸塵機 最上就是 鑽牆的 這個叫做油壓鑽 鑽石屎鑽牆都可以鑽到 這把相對輕巧 變成鑽天花那些 就很方便 記住 油壓鑽 好了 到最後了 大家會問 最常用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我們常常會說的電批 但電批都有分不同 例如這裏 這個孖批套裝裏面有什麼呢 就有兩種不同的批 一把就是正常 鑽頭可以鑽頭 鑽頭 鑽嘴 鑽鐵鑽木 或者鑽鑽螺絲都可以 除了還有什麼用 白彈都可以 當然 自己的創意大約非常之小心 不用用 另一把 這把就是 衝擊批 衝擊批 近年開始多人用 鑽螺絲會很快 但如果扭力太大 要控制得很好才可以 我上次介紹過這盒 很多人說 很棒 這個盒又很美 會不會很貴 都是那句 價錢的東西 視乎你自己認為 但這盒 不用錢 因為我將會送給大家 這個由我親不宅Sir簽名的 媽批套裝 將會送給大家 如果大家 有看我上一集的時候 我講過 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識萬種人 為於推動大家 早一變成猛玩的關係 我9月1號 教了一個event 叫做 平板支撐 大挑戰 希望大家 看回這段片 一齊來 跟著 拿走我這份禮物 講到禮物 有一天 阿澤先生 拖著小傑 去逛街 突然有個人 露氣沖沖地出來 指著 阿澤先生 就說 你講的東西沒用的 講的東西錯的 像一兩嘴一樣說 然後 澤先生 笑一笑 拖著小傑回家 小傑回家 就悶悶不樂 然後 澤先生 就找個機會 跟小傑說 小傑 甚麼事 為甚麼不開心 然後他說 老爸 剛才那個人 指著你說的東西 不對的 為甚麼你一點都不生氣 他又罵你又成 那麼 澤先生就說 小傑 當這份禮物 你要送出去給人 但沒有觀眾想要 終於都送不出 那這份禮物是誰的呢 小傑說 這麼有趣 你這個問題 當然是你的 沒錯 正如罵人一樣 他送一些負面情緒的東西出來 可能因為他不開心 或者某些原因 如果你罵他 接收了的時候 你接收了這份禮物 同時又再產生一個更大的問題出現 如果你不接收的時候 這東西便原本本給他 所以 在社會 在家裡也好 非必要的時候 吵架一定是不開心的 我會盡量控制自己的情緒 不要去 產生 負面的情緒 一定會傷 我第一集說過 心會傷 傷了 就算囂張了 都會有個疤痕 所以 我們盡量 不要吵架 我會認識身邊的人 但是 有沒有情況是例外的呢 電影有一句說話說過 為自己 為生活可以忍 但是為家人 一定不可以忍 如果有人去侵犯你家人的時候 記住 不可以忍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集的內容 記住支持我們平板支撐大挑戰 訂閱我們 和給個like 下星期見